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幸福是什么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幸福我觉得应该像是四季一样 不同阶段是有不一样的颜色的 很开心唱了这首关于爱 成长和梦想的歌 希望我们一直对幸福向往和对梦想坚持 幸福里的故事篇尾曲 幸福里听起来 你觉得幸福是什么呢 不准说听我唱歌什么的 与此同时 周深还赛出了一张 自己为电视剧幸福里的故事演唱的篇尾曲 幸福里的宣传海报 海报中的周深身穿一件白色的衬衣 看上去很是清纯乖巧的样子 百音少年的气质和这首歌 诠释幸福的主题很是契合 在发文当中 周深还畅谈了自己对于幸福的理解 深深认为 幸福应该像是四季一样 不同阶段是有不一样的颜色的 虽然年轻 但是深深对于幸福的理解还是很深厚的 特别是在经历了今年的疫情之后 才知道什么是幸福 一年四季平平安安就是最大的愿望 周深新歌 幸福里看点之一 歌曲诠释什么是幸福 幸福是白塔到红墙的距离 幸福是这时的我 那时的你 哦 幸福是拥有太多的风景 还是在这里笑着把你的梦握紧 熟悉的阳光照进幸福里 其实关于幸福的理解 深深在歌曲幸福里中完全就表达出来了 深深整体的演唱像是在倾诉 也像是在娓娓道来 在她的浅音 低唱当中 音符愉悦者听住了耳朵 幸福的味道也扑面而来 特别是唱到高潮的时候 周深的转音唱得是那么漂亮 温暖的深陷和这一部电视剧的整体结构也很大 周深新歌 幸福里看点之二 这部剧由杨亚洲导演李晨主演 幸福里的故事是由杨亚洲 指导李晨 王小晨 苏青 郑禄 刘莉莉 秦燕 车晓 月月等主演的年代情感剧 讲述了居住在北京幸福里胡同的 李强 陈法尔 胡美华 吴希凯等年轻人 数十年的成长生活 经历 以独特的视角展现新时代的年轻人锐意进取 敢于创新的拼搏精神 直视出了大时代背景之下 小人物们通过不懈努力改变自身命运 追求理想和美好生活的时代锋芒 作为一部表现老北京的戏 从小在北京长大李晨 绝对是这部电视剧的最佳人选 而本剧导演杨亚洲 也是导演过美丽的大小 没事偷着乐 背靠背 脸对脸 空镜子 浪漫的事 加油酒缝等作品 她的妻子是知名主持人倪萍 据了解电视连续剧幸福里的故事 于2020年10月9号 在北京卫视广东卫视首播 届时周深演唱的片尾曲 幸福里将在两家卫视一直回响 喜欢周深的朋友们可不要错过哦 在这个深秋的季节 听到了周深的温暖 治愈系的歌声 粉丝们对于幸福 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体会 大家纷纷留言为其打空 以歌曲讲述梦想 以奋斗撰写幸福 与周深一起遇见幸福里 听这首歌好想哭哦 平凡的幸福有时候真的很难 幸福大概就是自己爱着的人 也爱着你吧 要微笑的面对生活 走走停停 太多的风景 慢下来听幸福里 很安静 渐渐聆听周深的歌 这就是我的幸福 终于和幸福里见面了 深深的声音总是有一种 包罗万象的温暖 干净 清澈 空灵 优美 幸福是白塔到红墙的距离 幸福是这时的我 那时候的你 对于我来说 幸福就是可以听见你的声音 听你唱的歌 看你的舞台 只要有你在 就是无尽的沉浸在幸福里了 真的超好听的 周深的歌声有人声百味 村上春树这样说 刚刚好 看见你幸福的样子 于是幸福着你的幸福 我想这就是我喜欢周深之后的想法 纳英作为好声音元老级的老师 一共带出了三位冠军学员 却有其过人之处 尤其是梁博 谁也不会想到 这个之后的纳英一转的男孩 竟然能够成为第一级好声音的年度总冠军 当刘欢 杨坤 哈林 都不看好梁博的时候 纳英却能够发现他身上独特的魅力 不得不承认 纳英确实非常有眼光哦 当然 即便纳英拥有一张慧眼 但是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如果说纳英淘汰姚贝娜是迫于某些原因 比如姚贝娜已经是成熟歌手 还是清歌赛的冠军 不符合好声音选拔总冠军的标准 尚情有可原 那么如果说当年纳英淘汰周深又作何解释呢 至今仍然有很多的网友 对纳英淘汰周深耿耿于怀 认为好声音欠周深一个总冠军奖杯 想想现在的周深仍然成为了气手可热的超实力歌手了 更是新生代歌手的领头人之一 可他曾经不过是一个好声音的64强学员 我再重看了好声音第三季节目之后 发现周深被淘汰可能远非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 周深是在纳英战队16进8的队内赛当中 被同一战队的李维淘汰的 其实很多人只看到了周深的唱功如何如何经验不足 却忽略了他对手李维 事实上周深被李维淘汰一点都不远 因为李维实在太强了 点评环节 汪峰就说李维一直是我一个遗憾 我是那么那么的想得到他 瞧瞧汪峰这话 他又喜欢李维不言而喻了 包括梦想导师张信哲也对李维的唱功赞叹不易 这些都能够说明李维的唱功绝不比周深差 起码在当时是这样的 纳英最后进解李维 他的理由确实很奇葩 说了一句 对不起周深我喜欢李维 不仅把自己搞得痛哭流涕 台上了周深和李维也跟着哭了起来 其实看得出来 纳英淘汰周深多少有些自责 他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似乎是 周深唱得更好 但是他更喜欢李维 也就是说纳英选拔学员的标准 不是谁唱得好 而是更喜欢谁 事情还没完呢 16-8淘汰赛结束之后 接下来是8-4淘汰赛 李维遇到了李佳格 结果被淘汰出局了 为什么我还要继续讲下去 因为这段剧情确实够奇葩 前面周深PK李维 堪称好声音第三季的重头戏之一 纳英哭哭啼啼啼的 我叽叽的半天才做出了选择 而后面李维PK李佳格 纳英轻描淡写 毫不犹豫选择了李佳格 纳英口口声声说喜欢李维 还把自己弄得这么难受 才做出选择 而到了李佳格这里 轻描淡写的就把李维放弃了 纳英啊你玩呢 不过在纳英做出选定之前 梦想导师张欣哲的一番话 非常值得推敲 他对纳英说 你可不可以让我任性一下 因为我真的太爱李维了 我就是他的歌迷 纳英还挺爽快的 想那么一想就说可以 结果几秒之后呢 就把李维给淘汰了 我特别想知道 当时张欣哲的心理是怎么想的 估计对纳英是一万个不爽吧 从张欣哲的这句话 又能够明显看出了 他早就知道 纳英会选择李佳格 所以才会说让我任性一下 企图在当时改变 那一刻的纳英的选择 纳英也喜欢李维 好不容易把李维留到下一轮 为什么最后轻描淡写 就把他淘汰了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他就是要打造一只四朵金花的美女阵容 四朵金花还记得吗 张碧晨 陈冰 刘明香和李佳格 瞧瞧这四个大姑娘 长得漂亮唱歌又好 多么具有吸引力啊 要是纳英站在他们中间 那大家关注的焦点 恐怕就不是四朵金花了 显而易见 即便当时周深战胜李维又如何呢 下一轮一样逃不过被淘汰的命运 因为他只具备女性的嗓音 却不具备女性的绞好的面容 不过从某种的角度上来说 周深还是得感谢纳英的 没有风雨哪来彩虹呀 如果当时周深晋级了 也许就没有现在更加成功的周深了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粪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